及时新闻综合报道,一带一路好危险。 巴基斯坦与中国合资的挖矿企业,正是屠在比鲁之城边境开采金、银、铜矿, 但专门运送中国工程师的巴士,竟在该地区遭遇自杀卡车炸弹袭击, 导致三名中国人受伤,巴士司机和二名当地安全部队士兵也遭受波及送医治疗。 据法新社报道,爆炸地点位于比鲁之城达尔本丁, 达尔本丁,当地高级警官达实地,Dostein Dashdi, 表示,恐怖分子于路边的小卡车上等候, 看到中国工程师搭乘的巴士靠近时,随即引爆车上的炸弹, 自己也随之丧命。 巴士司机一捕拉新,Mohamed Abraham, 在医院病床上透露, 当自己看到前方发生爆炸时,就迅速踩下了刹车, 如果他没有这样做,整辆巴士可能都会被烧。 比鲁之城叛军声称对这场袭击负责, 叛军发言人巴洛赫, Jenand Blok,指出, 我们的目标是在有中国工程师的巴士, 因为他们从我们的地盘开采黄金。 目前有超过3万名中国公民居住在巴基斯坦, 许多人都参与了一带一路项目, 其中最瞩目的就是投入600亿美元, 约新台币1.8兆元的中巴经济走廊, 它可以连接新疆与巴基斯坦南部海岸, 由中国所控制的瓜达尔港。 然而这项巨额投资的建设已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 巴基斯坦迄今投入将近1万5千名安保人员, 以保护7千多名参与该项目的中国人, 未来还计划再部署3万名安全部队, 事实上, 随着中国扩大在巴基斯坦的影响力, 其海外机构和工作人员面临越来越多的安全威胁, 中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曾警告, 中国相关单位和巴基斯坦民众都需要小心一系列的恐怖袭击, 细数巴基斯坦过去针对中国人的袭击, 包括2004年5月, 瓜达尔港爆炸造成3名中国工程师死亡, 9人受伤。 同年10月, 2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大坝建设中被绑架。 去年6月, 伊斯兰国宣称杀害了二名在比路之省首府奎达, Kater, 被绑架的中国公民。